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025集 实力 若是我等联手起来 同样能掀翻你们这些所谓的代表 清晨冷然的 然后对着厂商的众人的 诸位 若是愿意和我一起的话 龙某愿意先行开道 此言一处 顿时原本位于混沌气息区域的 诸多尊者们都心思涌动强 的确 如今靠近黑暗星辰的强者并不 虽然都是宇宙中的顶级种族 个个都是顶级强者 可是论数量 他们这些万族强者才是更占优势 若是他们万族尊者都联合起来 未必就怕 更何况 秦晨还主动说了要先行开道 想到那黑暗星辰中的宝物 不少人都心思活络下来 小子 如果你是想激化矛盾 靠这些家伙替你们撑腰的话 怕是打错算盘了吧 古幽黄冷笑地说了一声 然后转头看向了诸多万族尊者 冷笑地 本座倒要看看 有谁敢闯过来 若敢踏前一步 和杀勿论 给本座退回去 轰隆一声 古幽黄身上无尽的煞气涌动 滚滚的骨气流转 在他的目光逼势下 原本那些蠢蠢欲动的万族尊者们 脸色猛然地一变 心中一凉 不由得纷纷后悔 他们本还想趁着秦臣动手 占一下便宜的 但是 感受到了古幽黄的杀意之后 都不敢有所巨动 诸位真以为联手就能击退本座了吗 就算击退本座 你们也必将得罪 冤魂帝尊大人等万族顶级势力强者 为了一点宝物做出这样的决定 可得做好某些准备呀 古幽黄阴瑟瑟地说 原本蠢蠢欲动走出来的尊者 顿时全部缩了回去 就算是他们能击败古幽黄 可是得罪了冤魂帝尊等人 怕是离开这万象神葬中 也难逃麻烦 人族小子 看来如今的万族都是一些胆小鬼的 洪荒祖龙有些无语地说道 这些家伙都这么怂的吗 秦晨也有些无语 这万族之人也太怂点了 小子 你也看到了 乖乖地给我滚回去吧 古幽黄得意洋洋地对着秦晨说 刚才冤魂帝尊说了 进入到这里靠的是实力 既然本座有实力 何必要退回去 秦晨笑 既然万族尊者不愿意站出来 靠他自己也要 轰了一声 话音落下 秦晨的身形顿时动 化作了一条真龙 直谱古幽黄 你是这黑暗星辰的看守 竟然如此 击败你 本座就自然进去 秦晨本来还想带着这万族尊者 一同进入黑暗星辰 但是这些家伙既然做出这样的选择 那也怪不得秦晨了 秦晨这一动 所有在场的强者们面色大变 这真龙族的小子想干什么 竟然是主动对古幽黄动手 这不是找死呢 古族在宇宙中也算是一个大族 虽然不如虫族妖族海族等 但是也仅次于虫族 古幽黄身为古族的这一次的领袖 巅峰帝尊 实力绝非小典 这也是万族尊者 被他喝退的真正原因所在 因为要动起手来 哪怕他们能够冲出古幽黄的封锁 也定然是死伤惨重 可不曾想秦晨如今一个人就动手 小子 这是你自己找死 怪不得我了 古幽黄健壮 心中又精又鸣 惊得是秦晨竟然敢主动出息 怒得是 秦晨这举动未免也太不将自己放在眼里 他怒吓出声 身上滚滚的杀气一瞬间冲天而起 小子 你以为能击退本座 不知死活 轰的一声 天地间 古幽黄的身躯 瞬间变得无比巨大 他语气冰冷 话音落下 五海遮天 无尽的白骨 瞬间淹没整个天地 他诸身一道道的骨气张开 每一骨气环 暴涨得 如同空中的瀑布 垂落九天 此时 古幽黄 整个人就像是九天之上的神王 他的每一缕气血 都宛如能压他星辰一样 这是巅峰帝尊的骚意啊 虽然离天尊还有不小的距离 但是如此尊者气 如此的天道 就算是同为帝尊枪者 都会自探不如 看到古幽黄那惊人无比的骨气 周围一些帝尊境界的枪者 不由得动 喃喃说 虽然同为帝尊 但新晋帝尊的和普通帝尊 实力较强的帝尊 和巅峰帝尊 这是截然不同的 特别是像古幽黄这等 前来万象神葬 寻找突破天尊境界机缘的 巅峰帝尊 那更是非同小可 何止一位帝尊在惊叹呢 在场的那些万族帝尊们 又或者是退在混沌气息区域的 诸多尊者们 都是不由得为之惊叹 别看古幽黄在冤魂帝尊等 强者面前老是被呵斥 那是因为对方是冤魔族的强者 而古族和虫族一样是投靠了魔族的 别说是古族的古幽黄 就算是死魔族等顶级魔族的帝尊 在这种情况下 都得听从冤魔帝尊的一些话 不敢太过武艺 但是绝不能因此 而对古幽黄有丝毫的小救 可以说古幽黄真的要杀性起来 族和横冲直撞杀入这万族尊者之中 如入无人之境 这边是巅峰帝尊的强大 也是古幽黄之前敢利用尊者气 直接轰杀进入漩涡中的万族强者的底气所在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 古幽黄的确是在场 除了已经进入黑暗星辰外围的巅峰帝尊外 在场无数万族尊者之中最强的 古幽黄浑身涌动杀起 目光残忍地看着秦晨 这是秦晨自主主动出击的 就怪不得他了 在这一刻古幽黄一脚踏下 天空为之一阵 接着就是一阵轰鸣 整个天空化作古海 一座座白骨山峰在这天空之中出现 喷出了无尽的古海 这简直就像是一幅毁天灭地的景象一般 突然之间天空变了 无尽的古山爆发 滔滔古海焚烧万里虚空 让人观之变色 这是怎样的绝学 古幽黄出手便是既经四座 连许多老一辈的弟尊都未认出这是什么绝学 如此威力让许多人都在心里跳了一下 真龙族那小子怕是必死无疑了 哎呀 为何非要和古幽黄作对 没看到古幽黄一直想要对他动手吗 可惜死路啊 真的是自学死路啊 黑色混沌气息区域 许多的万族尊者都叛现 他们都知道 秦晨这一下是必死的 一眼前这真龙族身上的修为气息 是万万不可能是古幽黄对手 怕是连和他为敌的资格都没有 黑暗星辰的位置 万族顶级强者们也都在摇头 这小子 隐媚帝尊和天狼帝尊叹气 他们还想拉拢秦晨加入他们妖族吗 也算是对真龙族是好的 没想到秦晨这么偷天 而今 他们都在这黑暗星辰中感悟黑色混沌气息 好不容易来到这里 又岂会因为秦晨而厚费 阻止古幽黄 冤魂帝尊也是摇头 他之前拉拢秦晨 也是因为母族拉拢真龙族 但秦晨非要找死 这不就是不能阻止 这种情况 他再喝退古幽黄 怕是连古族都会对自己不满 至于万云帝尊和九月帝尊等人 更是冷笑连礼 他们巴不得秦晨死在这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看秦晨极为不顺 这真龙族的家伙 倒是不有些胆量 可惜了 妖族这边 万妖山脉的小妖王 却是叹息的 别急着叹息呀 死人未必就那么容易死的 至少本太子自愧不如 小妖王的边上 金屋太子突然一笑 他是知道秦晨的实力了 火轮一族的帝尊 都在秦晨的手上过不了几招 古幽黄实力虽强 但是想要斩杀秦晨 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更何况 秦晨还是猫皇大人的 金屋太子自然不希望秦晨有事 只是金屋太子的话 让小妖王却是眉头一皱 金屋太子居然给这真龙族 这么高的评价 他可知晓 金屋太子一向是个极其自傲之人 看着便是 金屋太子目光一闪 虚空之中 无尽的古山 此刻朝着秦晨轰然的镇压下 给我开 当无尽古山爆发的时候 秦晨双梦一灵 身体化身骄龙 傲笑九天 猛然的冲天而起 双拳轰轰的砸下 轰的一声巨响 虚空崩碎 霸道无比的全劲 就像是风暴一样掀翻在一切 只见到一座座的古山被 如同暴龙一样的全劲给掀翻了 一座座古山炸碎 那种场面壮观的一塌无头 特别是当一座座古山被轰炸的时候 感觉的就像是末日来临一样 十分的真实 让人看得不由地提心吊胆 什么 这一幕瞬间让在场无数尊者都是震惊的目瞪口来 在一座座古山炸开之时 出现古幽黄的身影 他神色凝重 倒是没料到清晨能轰开自己的攻击 有两下子 难怪如此嚣张 可惜还是得死 古幽黄长笑了一声 宛若是恶魔咆哮 他瞬间一步步踏出 每一步都带动着天地的节奏 似乎天地为他的每一步步伐跳动一般 古幽黄一步步踏出 天地为他的节奏而跳动 虚空如波浪一样被扭曲着 在这个时候 古幽黄已经消失了 白骨骷髅长笑 这个时候 一头白骨骷髅奔出 白骨骷髅脚踏八方 卷着熊熊的骨气冲来 气势如虹 无人能感 可以壮烈天地 可以踏碎山河 白骨骷髅奔来 踏向了秦晨 声威赫然 比九天之月压下来还要吓人 在白骨足下 秦晨随时都会被踏成粉碎 来得好 秦晨大笑一声 瞬间跃进 大手遮天 迎上了白骨骷髅的四足 瞬间 捉住了白骨骷髅的四足 就算是 这白骨可以踏碎山河 但是依然被秦晨一下子掀翻了 此时 秦晨就像是霸主重生 真龙咆哮 一手将白骨掀翻 双手一撕 活生生地将白骨撕成了两半 骨茶飞扬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 这并不是真正的白骨尊者 只不过是大道所演 但是 当秦晨活生生地将这只白骨骷髅 给撕成两半的时候 当骨茶见飞的时候 这一幕实在是太震撼了 咚咚咚 然而 此时古幽黄的步伐声响起 每一个步伐声宛若是大道之音 接着 咆哮阵阵 轰轰轰 瞬间 天地颤抖 无数人为之辫子 此时 所有人都看到天空中 奔下了一头头的白骨骷髅 这些白骨骷髅 乃是各种种族 有兽型的 有人型的 也有各种稀奇古怪模样的 并且气息极其的 每一头都让在场的不少尊者辫子 此时的这些白骨骷髅 就像是万马奔腾一样 一头头的白骨狂奔而至 每一头白骨都是脚踏八方 踏碎山河 卷着熊熊的骨气奔腾而来 宛如是回天灭地 只见万头白骨奔腾而来 秦辰长身而起 迎上踏碎山河的白骨 双拳轰处 全崩白骨头 如同是一条真龙板 在虚空中挥落 龙爪落下 到处都是白骨飞溅 一时之间 秦辰的身影跳跃 有的是 只爪抽起一头白骨 疯狂地抽在虚空之上 有的是 一拳打爆一头白骨的铜炉 骨茶飞溅 有的是 赤手将白骨撕成两半 一时之间 秦辰赤手攻拳 杀入成千上万的白骨群中 来一头杀一头 玉一双斩一双 杀得骨茶淋漓 骨气飞溅 这样 秦辰宛如是一头太古真龙复苏一般 在成千上万头的白骨中 杀开了一条血 成千上万头的白骨奔逃 如洪水猛兽 而秦辰宛如是中流砥柱 硬是裂开了强大的白骨群 杀入这样如同洪水猛兽的白骨群中 赤手空拳的秦辰为施任何神童 为施展任何秘术 杀得骨茶森森 以纯粹的力量与速度斩杀一头又一头的白骨 而这些白骨公鸡落在秦辰的身上 却是无法给秦辰坚硬的肉身造成丝毫的损失 这样的一幕令得所有人都为之变色 为之惊讨 这真龙族的强者的确可怕 难怪有这样的底气 换作任何一个帝尊来 怕是也已经被无穷无尽的白骨骷髅给撕成碎片了